啥案例还没说呢 应该少一个案例的 接下来讲这个CSS的一个方法 CSS的一个操作吧 我们今天要说的有四个 第一个叫add class 添加一个什么 一个或多个lay 注意各位 这个lay指的是那种写好的CSS CSS样式 然后还有一个叫移除类 以及怎么样 自动添加和移除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今天操作一天的 这个叫CSS 是能设置属性和值 对吗 那我们先说一下吧 这个叫 CSS样式 我呢 在导包之前 这样先导包吧 导完包以后呢 我写一个标签叫 stale 可以吗 这还记得吧 然后呢 我写这么两个东西 有一个叫点A 把它的font杠size改为30像素 颜色改为 挑一个 这个颜色吧 然后还有一个点B 点B呢 这个呢是font杠size等于这样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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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一个font family了 好 放到family改为 方文采名 方文采名 类选择 我阶面当中有这个class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各位注意 你可以先写一个P标签 刚才我看那个谁 那个那个 那个林文青看了个新闻是吧 啊 看了个什么新闻 那是啊 林文青 啊 看了个新闻 上面有个大蛤蟆 真的是 青蛙是吗 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案例比较这个匮乏 你正好你顶风人上 是吧 啊 java script 啊 林文青看了个新闻 上面有个大蛤蟆 然后呢 我这样 我为这个P标签呢 加什么呢 各位注意 当我悬浮的时候 悬浮在P标签那边 给他去怎么样呢 注意 帽子啊 over 可以吧 干嘛呢 触发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干嘛啊 注意 $扩号 this 我要给他添加上面这个A的样式 明白吗 那怎么办呢 点I的class 谁呢 点A 咱们看一下点A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点对不对 叫css 样式 好 来 悬浮 有吗 为啥没有啊 不好意思 加错了 你该加的是A 来 刷新 走 有吧 但是我一出现在有吗 没有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链式的方式 加一个mouse out 加一个function 也是对this做操作 怎么着 remove class 再把这个A 怎么样 移除 那这样的话各位 好 来 走 有吧 走 没了 再走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那其实现在是干什么 各位 我P标签是不是没有class 这行代码的意思 各位注意了啊 就是给你追加了个属性 叫class等于A 明白我这意思吗 那remove 这个remove 不就是相当于把这个class等于A 怎么样 删掉了吗 明白我这意思吧 那这种写法 各位 我问你 我在一个元素上 去掉和添加 是不是一个属性 是不是一个 叫什么 A 对吧 那我能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做一个 简化 简化成什么 还记得吗 是不是都是turtle相关的 叫turtle class 能明白吗 turtle class怎么着啊 添加A 当然 这个turtle classA的话 是直接就加上了 不行 那应该是mouseover和mouseout 还得是他俩 sorry 不应该这么写 应该这样 外面去掉 把这也去掉 直接这样 $ this 应该是this点特高 class 谁 A 就是如果他没有 我就给他添加上 如果他有 我就去掉 懂我的意思吗 再刷新 就是有了吧 移走不就没有了吗 所以说我看这 各位 移入的时候 是不是先判断 你有没有这个A 有吗 没有 没有就turtle class给你 添加了一个 那反过来说 移出的时候又判断了 有没有classA 有 就怎么样 移除 所以这个也是自行判断是否有class属性 有就移除 没有就添加 对吗 那各位 我是不是也可以干嘛 把B也写上了 对吧 我把这两个出示了 比如说 移入的时候给他添加的属性是A 移出的时候给他添加的是B 行吧 来刷新 看下面啊 现在这儿 P标签是不是没有 你干好 移入 可辣子是什么 A 移出 哎 哦 尾目不可辣子写错了 对应该是A 来刷新 移入 是A吧 移出 我应该先把A怎么着 对 这就累加了嘛 这是点remoteclass 是把A移除掉啊 再刷新 来 走 有A 你走 是不是就上B了 对吧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好 好了 这是三个啊 可以添加一个或多个 怎么添加都可以啊 那再往下有一个css 这个我们是不是写过了 对吧 是属性和值 对吧 也可以点多个属性和值 记得吗 大过号 属性 冒号 值 逗号 属性 冒号 值 是这样吧 那这个我就不再复杂的去写了 行吗 啊 哦 跳过了吗 啊 那css我就不写了 行吗 那我就把假这个数组和集合的便利说一下 哎呀 刚才翻过了是吗 没问题 这 数组和集合的元素 便利 那你看他的方法叫什么 h 啊 两种方式啊 都可以 这个我得先简单的说一下啊 这个呢 叫便利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这里面有两个参数 看见了吗 一个叫i 一个叫n 当然 i和n你可以随便改 好吧 那比如说 我现在这么几个p标签 啊 五个 啊 对应的是一 二 三 四 五 然后呢 我是不是抖个包 然后 script type 我也txt 告java script 然后 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说过 如果我现在直接写doll for p的话 拿到的是不是一个集合 对吧 好 怎么办呢 拿ps接收一下 这没问题吧 然后呢 你想便利 刚才我们说便利过了 拿什么便利呢 凤寻黄吧 我是不是自己写的零 一二三四啊 好 那各位注意 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doll 诺 扩号 扩号 ps 点 一尺 然后呢 因为一尺是不是带有便利啊 那么便利要执行这么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各位 你给俩参数是最好的 一个叫i一个 一个叫i一个比如说叫v吧 可以吧 ok 给两个 然后你看他弹的是什么 i 加上 点点点点 点点点 加v 你看他弹的是什么啊 这个叫 便利走 所以你看他弹的是什么 零 零是什么呀 零是什么呀 下标吧 然后你看后边这叫什么 你主要关心中间的 第一object是个对象 对不对 然后呢 h7ml叫做 power这个这个 p标签的全写 就是段落的意思 段落元素吧 然后你看 一二三四 还有吗 没了 那是不是证明这里面这个i 注意方法的参数啊 i对应的就是下标 那v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是不是应该是你这个p 这个叫做标签的对象啊 对吗 那你想拿这个标签对象里边的文本 你不就直接点他的 tags的就可以吗 对吗 再刷新一次 哎 tags的不是一个方法 哦 拿到的每一个还有这样啊 真麻烦 好 有了吧 0 1 1 2 2代表3 3代表4 4代表5 是不是前面对应的是下标啊 后面对应的是什么 标签的 对象 因为你要掉的tags 是我们java这个jQuery的方法吧 那如果你要掉javaSquare怎么办 你可以这样 v.inner tags 你再看一遍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所以我说了你要用javaSquare就用javaSquare的你要用jQuery就最好转成jQuery的 但是i是下标是不是确定了对吧这是一种便利的写法各位还有一个写法叫什么叫道乐福点 人家要两个三个参数看见了吗 一个是你要便利的对象第二个叫便利的方法第三个是吧参数 然后呢这样第一个你要便利谁道乐福ps对吧第二个是不是你便利的方法 然后呢也给个什么i都号v那你alert的话 是吧是不是还是上面那个一模一样的i对应上点点点加上v.inner tags 我把这边改一下吧 黄坤 黄坤 郭尔军 马晓阳 还有这个 陈亚东 还有谁呢 徐建政 好了 循环便利 零一二三四是不是都能拿到两种方式各位有区别啊 一个是直接拿你的元素去调用这个方法一个是拿的jQuery调用这个方法指定对谁做便利 但是两个功能是不是一样对吧这两个功能是一样的有不理解的地方吗 这参数不一定非得叫i叫v啊你叫啥都行你就哪怕写个下标 那你这答应的时候今天是下标啊 懂我这意思吗 就是它固定的是参数的顺序就是一个是下标一个是什么在这个集合里边每一个下标对应的这个元素吧 对吧两个ok啊好了这是便利啊这下面是写了一个自己写死的数组 我就直接拿那个标签写的没问题吧啊这是便利啊然后还有css刚才刚说完呢啊妈呀刚才可能翻过头了这是 这两个各位一会我们写案例的时候会用到他ok啊一会会用到他啊